就在前两天,在东京奥运会获得乒乓球混双金盘的一藤美成,再次说出了争议言论。 一藤美成在参加一个活动时接受了现场采访,在采访中一藤美成霸气地表示,要在不久的世拼赛上击败五个中国球员。 此言一出,不论是日本球迷还是中国球迷都被吓了一跳,毕竟中国乒乓球队高手如云,在世拼赛上中国队将派出五名女队员参加比赛。 如果一藤美成真的能击败五名中国球员拿下冠军,那么他将创造一项了不起的记录。 只是一藤美成的豪言真的能实现吗?只怕要打上一个问号吧。 一藤美成似乎不是说着玩的,他公开宣言,接下来三个月内将开启闭关模式,不参加任何比赛,努力训练,提高乒乓球技术,到时候在世拼赛上要大干一场。 众所周知,一藤美成爱说大话,爱叫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倒在19年,他就直面叫嚣国拼,在冬间奥运会扬言要冲击混双女单女团三枚军台,这次更是说出了狂言,要击败五名中国球员。 奈何一藤美成是记吃不记掌,每次叫嚣后都被国拼队员教训,在冬间奥运会上更是被孙颖莎两次都打哭了,没想到一藤美成还是不长记性。 不过或许日本网友就是喜欢看到一藤美成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而国拼也希望有一藤美成这样的潜在对手,来保持国拼队员的警惕性。 毕竟国拼的技术一直都是世界领先的,长期没有对手,难免产生怠慢心理。 那么面对一藤美成的狂言,两次打哭一藤美成的小魔王孙颖莎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在听到一藤美成的狂言之后,国内球迷都笑了,而国拼选手小魔王孙颖莎也给出了回应。 孙颖莎表示,一藤美成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和他交手能让我们互相取得改变和进步,有一藤美成这样的对手,我也会逼迫自己加快进步。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孙颖莎的回应可以说非常的巧妙, 谦逊内敛又有些杀人诛心,大家都知道孙颖莎刚刚在中间卫会上双杀了一藤美成, 堪称是一藤美成的克星。一藤美成是日本队女平一姐,是日本队中最强的选手。 2000年出生的她只有21岁,前途无量,因此日本网友将挑战中国队夺取金牌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一藤美成的身上。 然而日本网友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国拼小魔王孙颖莎和一藤美成同岁。 孙颖莎表示会逼迫自己加快进步,由此可见孙颖莎将是压制一藤美成的一座大山。 只要孙颖莎保持进步,不掉链子,一藤美成就很难击败孙颖莎。 孙颖莎的这番回应可以说是既谦虚的肯定了对手,又霸气的震慑了对手,不愧是国拼的小魔王呀。 目前国拼回国后还在休整,为全运会做准备,希望在世拼赛上国拼能够取得好成绩。 我们也期待孙颖莎能再次横扫一藤美成。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一藤美成的狂言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观点,关注杂账体育圈,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啦。